现在各种电子产品 我用的最多的就是苹果 谈谈苹果产品优缺点和优点 第一 基本不坏 按照概率 肯定有坏的 但是我用苹果产品十年了 没有遇到过 比空调质量还好 第二 没有恶意程序软件 电脑台式机最恶心人的是 经常被各种各样的恶意软件骚扰 甚至一些知名企业的软件也是这样 而且无法删除 活生生把用户逼成了格式化高手 苹果产品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 第三 一般不会被恶意软件 偷去个人资料 举个例子 现在很多手机软件 是可以读取用户通讯录和照片的 打开摄像头和话筒等 特别是安卓产品 在这方面 苹果就好很多了 因为苹果的软件 是需要苹果公司审核的 不会让那些垃圾产商胡来 第四 花钱少 安卓基本上是一年一机 如果不买新的 基本就不能用了 苹果是两年一机或三年一机 以年费的角度看 苹果比安卓便宜多了 苹果的缺点 不防水 喇叭声音小 外设零件少 充电线容易坏 我买过很多次苹果充电线 特别是两米线 一般只能用一个月就坏了 そう 喇叭声音小